那个各位午安 然后如果早上跟中午有听过我的简介的伙伴 也不用太担心是一样的 因为有新的部分 那我今天是想要来替我的专案招募人 我的专案是什么呢 我的专案是希望透过群众标注 回报人行道的部分 然后合并GIS 还有政府开放资料去做很多事情 那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后 就是在去年的那个就是黑客松以后 我们团队做的部分 那也我们团队原来都是互相不认识的 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 那这个部分就是当各位上传之后 我们会有个演算法 把它标记在地图上面 让大家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危险的地点在哪里 那我们也很希望跟各县市政府合作 像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跟台北市 有一些直接用API把他们曾经做过的 这个改善案放在地图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是 比如说我跟这个政府开放资料合并 知道小朋友的同学步道在哪里 那这个就会很简单的可以去看说 小朋友同学步道上面有哪些风险 那甚至我们也跟事故地图可以结合在一起 可以做一些交叉的分析 那好我操作给各位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在这里有可以连接到群众标注的资料集 那在这里面各位只要按这个图示 上传你帮我拍的这个照片 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后台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评分地图 比如说像这里 不理我 有了好来 我们现在在新竹 我们看台北好了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这上面的点 都是有群众帮我们回报的点 而这个有蓝色小绿人 蓝色小人的地方就是台北市政府给我们 他们曾经有改善案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那在这个评分地图 我们还可以转换成一个统计图 比如说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排那个 各县市的人行道的那个排名 那我们有不同的演算法 有三个不同的演算法 比较友善的是蓝色的这个演算法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蓝色的话 连江县各位忽略不计 因为他只有一张照片 但是后面他就可以做一些 就是倡议的部分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刚才我们有那个事故地图 好 那这个事故地图 如果各位是做交通科学专业的 欢迎来协助我们 那这个事故地图是从道安网出来的 那但是我们直接去他的资料库 把每一个事故里面的细节 全部都弄出来 所以现在速度正在跑 可能网路有点慢 那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看到 每一个事故有哪个 就第一当事人在做什么 第二当事人在做什么 现在跑不出来 sorry 好 那另外我们也有其他的 好 假设我们要特定的乡镇室 他在某一天 好 某些照片 好 在做出来的时候 他的评分是什么 都可以去运用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的资料集都是全部公开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还有多久 一分钟 好 OK 那我们快一点 好 那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 做一个会刊地图 如果大家觉得说 找里长提会刊很麻烦 找议员提会刊很麻烦 我们的资料集也有一个 好 在做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资料集的地方 各位 好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的资料全部都是公开的 各位只要按这个地方 就可以下载去做你自己的分析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边有6800多张照片 它里面所登记到的 这一个资讯都可以拿去用 比如说这张照片里面 它会被回报是没有人行到的 好 然后小朋友可能要走在路上 那下面的这些资讯 全部都在你一键下载 打包出来的资料包里面 OK 那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谢谢